同学你确定你要那个苹果12吗 现在最便宜的多少钱你拿到呀 现在无所12的话大概是要2000多 然后卡贴的话是1000多就能拿了 那我要卡贴的吧 行对机器有什么要求不 橙色好一点的就OK 可以可以哈 我现在在市场给你找找 然后找到的话也会联系你吧 晚晚从当口呢 给他挑出来这个绿色的iPhone10 来给你们仔细看一下 这台机器的激况 橙色的话蛮亮的 只有这有一点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 有一点点使用痕迹 平常我们套一个手机 可印象玩完的手机 套个手机和边框就看不到了哈 屏幕的话也是蛮亮的一个屏幕 没有磕碰 黄含屏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测试一下这个相机 把先从屏幕开始测 毕竟这个屏幕可挺贵的呢 这个屏幕都购买一台小X了 OK很跟手哈 没有问题 再测试一下相机 每一个焦段都要测试一下 还有咱们这个前置也要看一下 好然后就是面容 像面容一定要当场在这个档口测好了 如果说面容有问题的话 那一般都是因为进水 或者是重衰 面容机器千万不能要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确定好了 OK面容是有的没有问题哈 行基本的功能测试差不多了 现在给这个粉丝打个电话 问他买不买你这个机器 同学你要的这个苹果12 我给你找到了 咱家这个的话是配合 QPE方案解锁的 体验呢跟无所也差不多 你看怎么样啊 可以啊 这个陈试怎么样呢 给你挑了一个比较好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反光 几乎是没有划痕 可蹦贴膜完全是没问题 边框的话也没有使用痕迹 你看 那可以啊 这个多少钱 价格的话就讲个吉利吧 1999行吗 那谢谢小网了 那这个什么时候发货呢 等等回去我给你测一下 没问题的话 给你安排上老粉的专属 一些小配件就给你发货了 那这个时候发货呢